一位穿着橘色系女仆装的漫画美女 开心的张开双臂 右手拿着七堵著名的三明治 左手则是端着七堵同样有名的咖喱面 欢迎大家来七堵的铁道公园 以及供奉七斗马的沁济宫等七堵著名景点 游玩吃美食 由于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即将搬迁到新的服务处 杨秀玉更发想利用新服务处外面的墙壁 特地请来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胡永伟 设计画出一幅漫画式的网美墙 行销七堵区的美景和美食 就是以秀玉姐亲心又亲切 活力十足的形象 然后来设计出这个人物 希望说可以透过这面墙 让来七堵玩的民众都可以知道 七堵有那么好吃的营养三明治跟咖喱面 从化膜到上色都不简单 胡永伟指出必须调配好水泥漆逐一上色 而且因为新服务处的外墙是小瓷砖 因此必须上色上三层才会好看 我们这个颜料的堆叠的话 就至少都是三层以上 对 然后甚至是有时候是会很厚土颜料在上面的 所以这样一幅画大约要花多少个工时 大概是五到十天左右 经过的民众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整幅画相当亮眼 杨秀玉欢迎民众来七堵玩 更欢迎经过这里时来拍照打卡一起行销 七堵的美丽和魅力 那我要把七堵美好介绍出去就是 借由我刚好这个新的服务处有一道墙 那我当时就在发想说 我这道墙要怎么样注入新生命 因为我觉得这个软行销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很多的民众不知道说 我们的七堵美好在哪里 所以我当时就在发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它注入新生命 就是在这道墙画上所谓的七堵的异象的一些行销 那后来我就跟这个画家结这个善缘 那我要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七堵就是美食嘛 三明治还有咖喱一面 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样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巧思都非常的好吃 那我们七堵的信仰中心 庆祭宫也非常的有利 包括我们的铁道公园 那最重要是这幅画它是有生命的哦 因为这幅画是经由我们画家 它一笔一画 它的灵魂 它的思维 它亲自画上去了 所以这道墙 它是有灵魂的 它是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常常会去游览 会到各个国家去旅游 到各城市去旅游 就是他们的文化嘛 他们的人文嘛 那怎么样把基隆的这个人文 包括七堵区的人文 整个就是推广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市政府 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做这一块 这个是带不走的 所以我们要用心 要细腻 所以我就是在这一道墙 就画上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我相信我们基隆也好 包括七堵也好 一定会越来越好 杨秀玉原有的服务处 在南兴路十一项一号 而新的服务处 则是在光明路六十八号 听起来在两个不同 蛮远的地方 其实是同一条巷子的 巷头跟巷尾两端 目前连同外墙壁画 赶工装潢中 落成启用后 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 泡茶聊天 美好时光就在七堵 战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